1月13日凌晨半岁一年一度的科技春晚CES2011的正式召开 AMD与NVIDIA又一次拿出了全新的技术与产品与大家见面 比如面向移动端的锐龙五线系列笔记本和RTX3060显卡 虽然这些消息在之前均一泄漏 但同样有不少新东西值得我们关注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首先来看看NVIDIA发布的全新空气显卡RTX3060 它并没有如传闻那样命名为RTX3060 Ultra 而是依旧采用了更为经典的命名方式 这个系列一直都是NVIDIA的甜品级显卡 那么RTX3060真的甜品吗 据悉在规格方面RTX3060拥有3584个CUDA核心 基础频率为1.32GHz 加速频率为1.78GHz 配备了192bit为宽的12GB GDDR6显存 其浮点应算性能为13T浮点 占量性能为101T浮点 光追RT系能为25T浮点 如果要与真正的甜品卡GTX1060对比的话 RTX3060的光山性能是GTX1060的2倍 RTX光追性能是GTX1060的10倍 但由于GTX1060没有单独的光追核心 所以这样的成绩还算是中规中矩 如果要对比拥有光追核心的RTX2060的话 RTX3060仅比起高出了大约20%到25%左右 从中也可以看出RTX3060的性能应该对标的是RTX2070 如果真如NVIDIA的PPT所说 那么RTX3060也不再是甜品卡了 毕竟官方售价已经是329美元起了 至于正式的发售时间将会放在2月下旬开卖 也就是春节过后 但估计等到那个时候又是虚空显卡 除此之外 NVIDIA还公布了面向移动弹的RTX3080 RTX3060的笔记本 其中RTX3080移动弹的显卡 拥有6144个CUDA核心 将配备8GB或者16GB的GDDR6显存 售价1999美元起 RTX3070移动弹的显卡 拥有5120个CUDA核心 将配备8GB的GDDR6显存 售价1299美元起 RTX3060移动弹的显卡 拥有3840个CUDA核心 将配备6GB的GDDR6显存 售价999美元起 另外原本只有AMD产品才拥有的SAM技术 NVIDIA这次也推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 而且还可以支持AMD以及英特尔双目平台 再次感谢AMD 让我们用上了更好的技术 最后NVIDIA还为玩家带来了一套 可超完微软模拟飞行的外设 算是给玩家们的小惊喜吧 但应该没人用得起 那说完NVIDIA 我们再来看看AMD这边 虽然SUMA并没有为玩家们 带来全新的桌面级CPU和RX6000系列显卡 但仍然发布了令人震撼的 芮龙5000系列移动单处理器 总的来说 芮龙5000U和芮龙5000H系列 仍然采用的是7nm工艺 最多拥有8核心16线程 但由于更新了Zen3架构 其频率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并且还首次开放了超频性能和支持多线程能力 其中面向轻薄本的芮龙5000U系列 共计5款型号 分别是2款Zen3架构的 芮龙75800U和芮龙55600U 三款Zen2架构的芮龙75700U 芮龙55500U和芮龙55300U 其实这些就是芮龙4000U系列的加强版 但在性价比方面应该会更加突出 所以面向游戏本的芮龙5000H系列 所拥有多达8款型号的CPU 除了传统的35W HS系列和45W的H系列 还首次加入了45W加的HX系列 并且开放了手动超频功能 其中HX系列包含了芮龙95980HX和芮龙95900HX两款产品 H系列也包含了芮龙75800H和芮龙55600H两款产品 而HS系列则包括了芮龙95980HS 芮龙95900HS 芮龙75800HS和芮龙55600H4四款产品 至于在性能方面 新架架的5800U、5600U单核提升多达16%到18% 但其余三款Zen2架架的提升仅有2%到3% 可能是因为采用了旧的架架才导致的 在游戏本方面 5980HS的单核性能超越了i7 1185G 多核性能更是吊达英特尔全家 领先同样8核16线程的10980HK12%之多 至于5900HX那更是夸张的不得了 对比10980HK单核性能领先了14% 超频后整体性能领先37% 游戏性能领先了21% 在1080P分辨率下 能以100加的帧率唱完DPC的零一只曙光 但估计这还仅是PPT性能 另外5000U系列长续航的优点一并保持着 并且还有提升 根据AMD表示 5800U一般可以坚持17.5个小时连续使用 视频播放最长可坚持21小时 普通办公娱乐的话两天内不用充电 不得不说这个续航游戏本看了真的要流泪 最后AMD还同步推出了面向服务器领域的骁龙处理器 但目前还会公布具体的性能参数 将支持更多的安全兼容和大数据处理等特性 而锐龙5000系列笔记本将于2月起陆续上市 首发包括华硕、惠普、联想等品牌 以上就是本次CES2021关于AMD和NVIDIA的全部内容 然后哪个更能引起你的关注呢 是NVIDIA的RTX3060显卡 还是SUMAR的锐龙5000系列笔记本呢 又或是搭配了RTX30系的游戏本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说出你的看法 若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